总的个人自由,以公共卫生为名,断去自由 肺炎疫情示弱,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变 而我们也失去了不少的权利和自由 政府为了保障公共卫生,执行各种的防疫政策 但公众的自由就因为这样而受到限制和束缺 受香港的意义,强制戴口罩和限聚力等的规定 就被质疑是政府用来限制示威、集会以及表达自由的政治手段 政府最近更频繁地特杂式封区,进行强制掩疫 公众就连身体自主权,日常外出的自由也受到严重的限制 总之进行防疫政策后维了保障我们 我们又应不应该将自由拱手相让呢? 我们应该如何去拟定疫情中牺牲自由的必要程度呢? 本会今天就非常违衡邀请到法梦成员黄体阳先生 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过程 我们这一场公民讲课在港姐分享完毕之后呢 是会有问答环节的 现场观众如果有些什么疑问 可以留到这个环节再举手发问 至于看着现场直播的各位观众 也可以在留言区里留下你们的问题 我们会在问答环节抽出其中一些问题去发问的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有请问 多点 那但是大家 大家好,我是法门的 目的就是《传》 首先就多谢 Mall Association 的邀请 今天 我会有人在 Tagare 你说 就是,港接 enfin情况的 公共衛生的措施和個人自由之間的障礙 這個平革基本上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 因為基本上任何東西都跟我們個人自由有關 而現在這個鋪天蓋地的公共衛生的措施 那種程度其實就是 我想每一個人就算沒有法律背景 都會覺得是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本人本身就在做和限聚令有關的比較法研究 我寫了文章是準備投稿去勾章裏 我今天最主要是限聚令 這一樣的公共衛生的措施 和其中一項的人權就是示威自由 我知道在這個時勢很多人直覺都 即剛才講的直覺都知道限聚令是違反自由的 但是再特別講人權、港法律 其實很多人的即時反映都是 哇 你還不是法治L 即港律底有甚麼用呢 其實我覺得 即我們近來見到政權是無所不容其極的 先是攻擊Cable新聞 接著港台 接著最近蘋果 就是不斷試圖去扭曲歷史 即是洗學生腦 其實已經可權度上已經明白了 我們將政權的道理是公開發表 甚至是私下紀錄 其實本身都已經是和極權相爭的 一個必要的過程 所以如果不習慣以原則的角度去尋求真理 我們很多人徹底打擊怪力 所以如果講法律原則的話 這個也是我覺得是我們身為背景的人 一個獨特的責任 所以我今天看到的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帶來 帶來一點點的用處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限聚令 法律框架 其實限聚令就是我們經常講599G 這張的全名是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民族罪隔條規例 其實由它的名字可以知道 它的副權的條文 因為它是一個規例 即是一個附屬法例 它是一個主體的法例 賦予政府官員權利去做這個規例 那條副權的條例就是第599章 就是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如果我們看看條例本身第8條 就是怎樣負權去製造這些規例 其實它就說如果行政長官 會和行政會議認為任何情況 屬於公共衛生階級事態的情況 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就可以為了防止傾向 或者舒緩一個公共衛生階級事態的影響 以及為了保障公眾健康就定立規例 那這個條例的第2點都講到 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但是要不時審議或者安排不時審議 這個公共衛生階級事態 應該持續或者去支持這個規例的訂立 或者規例的生效 這個條例是會對我們怎樣去詮釋這個規例 就是這個599G限聚令的規例 其實是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影響 但是我們可以看看599G這個規例本身 是怎樣限制群眾聚集的 首先這個599G的第2條 就是一個定義的條文 他就定義了什麼叫群眾聚集 一個group gathering 他就說是一個多於4人的聚集 他在第3條就禁止任何在公眾地方 進行一個群眾聚集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4個人的聚集 但是這條就根據他第3條的第2款 他會說這個罪行不適用於一些豁免的群眾聚集 或者是一些已經在規例的副表1裡面 已經列出列明大概有的豁免 或者是第5條 一個是獲得政務司司長準許的群眾聚集 另外就還有這個罪行 599G的罪行 還有一個元素就是一個合理見解的情況 但是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元素 而是一個被告可以提出的一個辯護理由 那個舉證就是看一個被告信長 但是如果一個被告在被指控他 他進行了這個受禁的群眾聚集的時候 他就可以提出這個合理見解去說自己無罪 其實總共這條罪有四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公眾地方 然後就是群眾聚集 然後就是看看他是否沒有受到豁免 或者是沒有受到政務司司長準許 還有最後就是沒有這個合理的辯解 如果大家記得其實上年11月 鏗槍集的偏度錯誤 因為製作這個721水柱真相 被抓之後 記者曾經一度是計劃舉辦遊行的 那麼他就在警方的反對之下 公眾聚集合遊行上的委員會 就有條件要批准記者去上訴 但是那個條件就是要政務司司長準許 就是剛才我讀說不夠女子就要給一個准許 就是給一個豁免他們受限制令的行程 但是政務司司長準許那天 那晚極速他已經斷了 就說我就記協助提供的資料 政府不能夠確立這個行程 這個行程的遊行 就是符合不夠他主張的相關條文的條件 那麼他接著就沒有言後了 因為他是沒有任何實質的理由提供的 就是想挑戰都不知道怎麼挑戰 其實單就這一點而言 如果參考了2005年中審法院的梁國雄案 其實政務司司長就明顯是有一個公法的責任 去提供拒絕這個決定的一些實質的原因 但是相比之下這個已經是旁之末折 但是再真正討論這個591G的內容之前 其實已經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599G章和公安條例下審查示威遊行的機制 之間到底存在什麼關係 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過去一年其實不少民間團體都有通知警方 說想遊行集會 但是都被警方取決 那警方給的原因其實就是 只是因為他們覺得599G章 就是犯罪令禁止有關的遊行去發生 所以警方就說如果我容許這些遊行集會發生 就是鼓勵違法 會影響公眾治安 對公共安全構成 威脅等等等等 那我就想指出這個遊行集會是本無妥致的 因為其實你看公安條例 就是香港法例第2月第5章 它的第7條 其實就說在符合公安條例的規定之下 公眾集會是可以進行的 但是就是要有公安對公秘書或者是警務處處長 並沒有根據第9條 即公安條例的第9條 就是禁止那個集會的舉行的 那第9條 到底這個警察或警務處處長 他有什麼權力可以禁止遊行呢 其實就只有如果他合理地認為 認為為了維護國家安全 公共安全、公共秩序 或者保護其他人的權利 如果自入有需要 那他才可以禁止 那很特別地就是 譬如它這第9條 是沒有包括公共衛生的 那其實如果你看回這個立法的文件 我們看到公安條例在1997年 1997年5月的期間 即是在臨時立法的深圳開會的時候 其實就是講到公安條例 現在第9條就是立法原意的 其實當時劉光華就是委任的議員 他就問警務處處長反對的理由之中 不包括公共衛生或公共道德 會有什麼理據 然後當時的時任的行政掌公辦公室主任 就是羅范昭芬 他就表示是沒有必要作出這個規定 因為根據現行法例 在發生疫症的時候 衛生處處長有權指定 來一個地方為禁區 並不可以在那裡出現 進行遊行 所以立法原意很明顯 警務處處長是沒有一個權利 以公眾衛生為理由 去禁止集會 在2000年10月20日 在立法會討論公安條例 對人權的影響的時候 時任的保安局局長 就是我們這個姐姐 這個葉劉淑儀 他其實也說得很清楚 他就說在公安條例之下 警方可以禁止集會 反對遊行的理由 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所列的是一致的 公安條例 我現在引述他 他說公安條例甚至沒有人用公約 可容許所有限制 因此教公約是這麼為寬鬆 之後他也說 第二條說明 公共安全公共秩序 保護公眾衛生 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這些詞語這些概念 就是要與國際人權法一致的 如果這個警務署署長的決定 受到質疑的時候 我們也要用這些國際人權的標準 對這些詞語這些概念的理解 去平衡他的決定的正確性和誇白性 很明顯 剛才我講的第九條 警務署署長只可以為公共結罪 或者公共安全 或者其他人的權利去禁止遊行 而公共衛生就完全是有別於 和這些概念是分開的 因為公民權利和政治和國際公約 很明顯是把這些分開列齊的 就是這幾個理由 所以根據公安條例 其實警官是沒有決 引用公共衛生的考慮 去禁止或者反對遊行的 如果這一點是正確的話 因為公安條例的第七條 我講的 它是說公眾合法 它可以在符合這些條件之下 而這些條件不包括公共衛生 可以進行 它是用一個權利的語言 即是它本來的 是一個權利 作為附屬法例的 第五角度之章的條文 如果是和公安條例有抵觸的 限制了公安條例 賦予的權利 那就完全超越了公安條例的權限 即是技術上 已經是所謂ultra virus 即是非法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 第五角度章 即是這個禦亡 及控制制定條例 和剛剛早上年這個蒙面法 即是緊急規例法 緊急情況規例法 還有一個對比 因為緊急情況規例法 它就是講到明這個緊急規例 即是在那條條例 制定出來的緊急規例 就是當它和其他的主體法例有抵觸的時候 這些緊急規例是會獲勝的 即是它是會優先有效的 反而是一些正常的主體法例 是會被視作無效的 但是這個第五角度章 就沒有一個類似賦予衛生緊急規例 一個同樣凌駕性的一個效力 所以在沒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看回這個 香港法例第一章 即是適宜的公式條例 第28月第一款的第B條 就會反映正常的普通法原則 就是附屬法例 就是不得與任何條例的條文互相謀殺 所以單就這一點而言 其實這個所謂限聚令 在它潛越了公安條例的權限 去限制遊行示威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一個 甚至不需要討論人權的情況之下 其實已經是一個 一個合法性傳言的一個 一個行政的憤慨 這一個其實自然是一個 比較秘術性的解讀 其實如果我們把人權的因素 下去 都會是一樣的 是因為這個政治和去 去自衛的自由 政治表達的自衛的自由 其實是我們憲法 或是基管法的保障的權利 這是一個憲法性的法律問題 如果這個限聚令 是將參加公共答會 或是表達政治意見的行為 視為刑事犯罪 或是定為刑事犯罪 做產生的問題 其實是那個法律的條款 會不會是否套憲 它是否一個 相稱地限制了我們這些政治的自由 因為對我們另外一個 與人權相關的解釋法律的方法 就是要說這個法律的解釋 就是要盡量去假定立法機關是想保障人權 而去立法機關 所以我們應該是 去試立法機關是暗示了 是會保障言論自由或政治自由的 如果我們看新南威爾士州最高法院 最近的案例也有類似的判例 就是如果公眾集會 是根據它本身的公安條例 或公安法律獲得授權的話 參與這個集會的人 其實自動不會受到衛生的規例所影響 就是非法而無效 或者可能本身這個集會 是一個政治集會 會構成一個合理的辯解 就是剛才說到限聚令到一個罪行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 或者我們可以看合理的辯解 作為一個無罪的辯解 即是用演習的辯護 其實這個原則上 就會是正如這個紐西蘭高等法院 在剛剛上年的一宗案 就是一個紐西蘭高等法院的學議 一定有三位法官組成 是通常一些重要的法律問題 才會有三位法官組成 他就說到一些緊急的衛生規例 就不能夠理智地被認為是一個對流行病 作出長期反應的一個法律機制 當公共衛生的危機 在持續的時候 一個體驗普通法文主價值的憲法 其實就意味著在某一個時刻 其實就應該由議會專門去立法 另一個體驗民意的主體法例 就確保一些關鍵的政策決定 是經正常的決策 而不是經折徑去作出的 亦都說到這個定立 我們現在這個緊急衛生規例的權力 其實是有它的落在限制 即是它有一個不明確的目的 不能超出的目的 另外這些權力也有時間的限制 剛才說到是要不時去審視這個公共緊急狀態 是否還是一個有利可據的宣佈 這個其實根據某一個法院的判斷 亦都證明了一個更廣泛的原則 就是制定緊急衛生規例的權力 是自在一束進對公共衛生人機 作出即時和緊急的反應 所以即使在通常情況之下 一些公共衛生的法律 其實法庭是會比較 要採用一個吐一致面的解釋方法 即是去尊重政府或專家的判斷 即是它說如果四個人不想去聚集 總之就是四個人聚集 然後就不會再去考慮其他問題 但是因為我剛才說過 這些權力是在緊急情況之下的行程 它本身有內部的行制 亦都是有人權的考慮在內 所以這個比較寬鬆 一個促進行使人權的解釋 即對於這個限聚人權的解釋 其實就是最大化人權 就會是一個適當的方法 剛才說這些東西 其實對我們考慮什麼叫群眾聚集 什麼叫group gathering的時候 就很重要了 剛才提到肯定最大是59多G之下 決定責任為學法的一個關鍵概念 但是它只是以人數來定義 但是剛才提到第59多G 第59多條例 它公權的時候 只是講明的規律 即是以防止應付或者舒緩 公共衛生情急障系的影響 和保護公眾健康的目的 就算是以中刊法院的目的法案 例如保守的取態來講 它都說一些類似的緊急規例 它一定要以本來的法例 所容許的那個目標去定義 如果一旦超出了那個目標 其實就會在普通法技術性的角度 已經復達了 所以如果第59多G條 就是為了阻止病毒傳播而制定的 那它當然要解釋為 是人和人之間的距離足夠遠 不會有互相傳播的風險的時候 那就不應該視這一個人 最高的一個法例 規觀的聚會 那如果不是 兩個人如果在公園的兩邊 即是一個例如多野公園 一邊藍球場一邊出球場 那兩個不同的人在這裡示威 他們都是在同一個公眾地方 就是一個所謂common purpose 就是一個共同的目的 都是抗議 那他們之間就算相隔 可能幾百米 那是不是都可以說 是同一個公眾地方 去視為這個違憾的答案 那常理告訴你 就似乎不是很可 但是這個暫時 我們有個之章的條文 的措辭就會令人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這個就是 這個也是英國國會 剛剛上下議院聯合成全委員會的 即是審次當地防疫化的時候 提出的觀點 就是這些衛生防疫規理會 要限聚的 那他們應該是以病毒的傳播為 即是阻止病毒傳播為一個目的 這個也是剛才我提到 紐西蘭高等法院的採取的一個解讀 在那裏他們 有考慮的字就是congregate 就是一個聚集 但是這個高等法院就會說 因為一個比較核材 對congregate這個字比較核材的解釋 就會更好去滿足人權的原則 所以就應該把這個詞解釋成 是沒有這個尺角距離 即1.5米2米的距離之下的人份聚集 才會視為一個受感的人份聚集 那就是這個 就會是一個比較對人權 沒有那麼大限制的一個解讀 應該是要採納的 亦都是這個聯合國的人權事務委員會 他在解釋公民權利 維革權利國際公約下面的集會權的時候 亦都說到是出於公共衛生的考慮 規定一些集會的人 要保持墨利的距離 其實都是一個 相比起全面禁止這個集會 是一個可用的方法 這個就講到 怎樣去理解 這個590G裏面的一些條文 其實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一個是一點 第二點就是一個 比較再原則性一點的問題 就是這個相稱性的問題 到底590G把這個犯罪令 對人權的限制 是否跟他所追求的目的合乎比例 其實蘇格蘭的高等文字法院 即Court to Session 就是上個月最有裁定 雖然在蘇格蘭的防疫規例裡面 是有合理辯解做這個面積 辯護包底 但因為他沒有命運 去豁免一個宗教的罪則 其實宗教罪則 在這個意義上 都跟我們政治罪則 是可以一併去考慮的 因為沒有命運 豁免表面上 就等同全面禁止 所有的宗教罪則 就不可以視作是 對宗教自由和集會自由 一個相稱的限制 剛才說的 我們的590G的一些 即那些豁免 亦都不會包括一個政治的罪則 在宗教罪則是有 但是沒有一個政治的罪則 所以這個情況 就會跟之前《購物免法》 中文法院所提出的見解 就會有一個分別 中文法院在這個《購物免法》 就會說 不讓一些人在遊行的時候 戴口罩 只是大會自由一個很小的影響 即不是大會自由的核心 所以他就說 就算無法戴口罩 都仍然可以自由和平集會 他也說 因為這個 是一個 即他對人權限制 相對上是比較有限 所以他就認為 金融免法是有一個 即是對集會有一個相稱的限制 現在我們這個情況是完全不相反 因為實際是不可以 即是近乎是等於全面 禁止所有的政治罪則 所以已經不可以再有限 那就是了 因為事實上 警察都幾乎是沒有批准過 所以這個 我們會看到 599G這個限制 對宗教自由 即是對大會自由 是有一個很嚴重的影響 這個在我們相稱 更加分析的時候 就會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考慮的因素 但是當然另一方面 這個無謂的病毒 其實無謂是致命的 亦都是很容易傳播的 它對公共健康的影響 其實是對個人自由 可以接受是會有一個干預 去減低傳播速度 去抑制這個病毒 但是有一些抗疫活動 但它的風險是不高的 如果只是 譬如我們有很多 其實足球 現在可以去看足球 譬如我們甚至商場 去透明當然是有很多人 如果 僅僅只是因為這些 譬如足球場或者商場 是做出了一些 有關活動的計劃 可以控制 即是會認為 可以控制到人群的行為 其他就是一個 比較謙真的想法 所以根據新南海醫師 上年的 新南海醫師最高法院 上年的判決 其實就是 重要的是 如果抗疫活動 蘇格蘭的法院也提到 一些支持極端 防疫措施的科學證據 本身是沒有什麼特別 神秘的地方 即行政當局的理解 並不是必然 是給我們的優勝 何況同樣的科學證據 也證明或是支持社交距離 口罩、洗手 或者是一些良好通風 這些措施都可以減少 病毒的傳播風險 當在這個前提之下 既然政府選擇 重開其他的活動 這份選擇就是 抗疫情 就是政府承認 存在一些較溫和的手段 去處理疫情 政府很難令人信覺 為何會輕視其他 作為人權的集會自由 和宗教自由 反而對一些 這麼重要的權利行制 施加更嚴厲的限制 根本的問題就是 就是一旦政府 在這個群眾活動裏面 規定了一些例外的情況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說明 為何不允許其他 另外的情況發生 就不一定說 你選擇了允許一種活動 你一定要一連串 都要允許其他受益的群眾活動 但是你在風險名鼓上 政府就必須要繼續 更加有說服力的理由 去說服人 令人知道 為何會作出一個 區別的待遇 在蘇格蘭的案件裡 蘇格蘭的政府 只是說這種這麼明顯的區別 即是會是 一些行體自由的 行體人權的罪責 反而受到嚴厲行制 他就給多個答案 只是說 始終都要作出選擇 始終都要畫出線 但是問題就是 關鍵就是 剛才說的 政府至少是 隱密接受 如果採取適當的 緩解措施 室內集會或室內集會 都是安全的 例如我們有一些 配審團 現在可以繼續發生 配審團 有一個公平審訊 的權利很重要 我們當然是 應該要讓它 配審團 去互相聚集 或者去交流 但是 我們這個 法會自由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權利 政府很難解釋 為何一個牽涉 重要權利的情境 是有必要去做 這麼嚴厲的限制 但另一個 同樣牽涉 重要權利的情境 卻沒有這樣的必要 所以 這個政府 法律上不可以做 就是不可以全面禁止 這些權利的行程 是完全沒有下淚過 這個對權利 即可不可以以其他形式 去做一些比較相稱的限制 這個評估是重要的 也都類似這樣 上年6月 其實藍飛的高等人權 也是裁定 你禁止聚集 而沒有命運 是否在一個政治的示威 或者是一個有限 或是對人數 或是對各自的距離 作出限制 都沒有 它只是一刀切地禁止聚集 其實是違反對我研發 即是藍飛的研發 保障的表達自由 集會自由 以及示威自由 那 是的 其實都是同一個邏輯 就是在一個嚴格的條件之下 作出一些例外的情況 可以讓其他的 譬如現在香港的中間大會 是可以進行 但是對於其他一些 同樣重要的政治自由 沒有一個類似的例外 政府其實很難去解釋 或者去提出一個 即是或者去提出一個 即是或者去提出一個 很有追負的證據 令人去 去解釋 為何會有一個 這樣差別待遇的情況 這個藍飛鏡 那裡也說 當你一刀切去禁止 在政治治維游泳的時候 令人的感覺 是回到他種族隔離前的 一個前憲法 全時代的時候 那這個是 這個是藍飛的 高等萬元的一個判決 其實同樣 幾乎是完全一樣的邏輯 在上個月 3月18日 這個加拿大 被施省 即是British Columbia 它也都是 限聚令 是被法庭 是裁定 是違反 是違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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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府 在法庭上 基本上 是自己認輸的 他就說 自2021年 2月10日 改了自己的行業規定 就說 只要是公共利益 相關議題所舉行的 室外的集會 只要採取了 政府公布的 防止病毒傳播的措施 不論 不論人數 也是違反規定 即是 只要戴口罩 或者保持體驗距離 不論人數 都是違反規定 任何其他 對這個集會的限定 例如要求 集會的法紀人 要去限定出現行數 或者以至紀錄出現人事 個人資料 這些間接去限定 特會自由的措施 都是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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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了特會自由 和結社自由 對 對 雖然這個是 B.C.省自己投行的情況 但在B.C.省首席法官 就是在這個答案裏面 都明確地說了 其實他是接受申請的 所提出的例句 認為這個限制令 是無法合理 即明確地證明 是符合自由民主社會 基本價值的需要 所以他即使各立判斷 都會認為是違反 更加低的權利 以至入憲章的差異 同樣這個邏輯一致性問題 亦在美國的最高法院 是近這半年 都會有四宗案例 其實主要是當地的 如果有一些活動 可以容許的時候 同樣是群眾活動 但是一個示威遊行 或者一些受獻白 權利自由保護的活動 你便不讓它破獻 或者不讓它有例外 就會以美國最高法院的說法 作為一個困難的結果 即是令人不安的 例如一些大型商場 可能任何一天 都有幾百人在那裡買這個東西 但是附近的一些公園 你想示威 多個十個人 多個二十個人 已經不行了 令人很明顯 就會看到這個法例 就不是一個中立 而且草片 適用於所有人的法例 這樣的規例 在美國的憲法之下 其實就類似我們的商情政 即我們的普通法 英式普通法 香港的普通法 一個所謂商情政的測試 這些不是對政治中立 不是對宗教中立 即是會有差別待遇的時候 就會發行用一個嚴格的審查標準 去要政府去證明 它所追求的目的 即是這個防疫的目的 和對防疫的手段 是一個密切的關係 即是 英文是 narrowly tailored 即是要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而且要必要和侵害 是一定要最重要 即是對這個人的侵害 所以一定是一個 least intrusive 的一個手段 但首先你阻止這個武肺病毒的蔓延 絕對是一個合理的目的 合理的利益 是政府應該要追求的 但很難看到怎樣 這個限制令 或者徹底去限制人家去遊行 可以視為是一個任何切關聯的手段 因為他們遠遠比防止病毒 是傳播所需的 是嚴厲的 尤其是在美國 其實是沒有一些所謂 尤其示威 或者一些宗教的集會 直接引發起一些爆發 即是以美國這麼高的 發現的傳播率來說 因為美國的最好方面就是 即使在一個大流行的病 在大流行病之中 都不能夠將憲法 是put away and abandoned 即是不能將速之高割 所以這個限制 即這個對聚集的限制 其實是一個 憲法對自由保障的一個核心 當你政府 允許這個差別待遇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就有責任對這些 這麼嚴厲的措施 這麼激烈的措施的必要性 進行一個認真的審查 所以 都是 總之你一個在邏輯平一致性 有所欠缺的時候 政府就不能說 其實我對於 我在參與隊的時候 其實我對某些活動是更嚴厲的 譬如現在政府說 我現在不讓他去酒吧 但是 只要你有一個 一件事是給 這個自衛自由 是你現在寬鬆的時候 其實已經 已經令人會質疑 這個政府或者他的動心 是不是真的為了 這個防疫去做 那就 就 會滿足不到 我們相信 或者以美國的辦法 滿足不到 一個密切關聯的標準 所以 政府 其實就 必須要提供更多的證據 譬如它不可以 只是 很普遍 很一概而論 這樣說 有些風險的因素 永遠都存在 人物聚集之中 因為總之人物聚集 就會有一個傳播的風險 所以就應該禁止 因為如果它 只是提出一些 一般性的利益 就解釋到 為什麼其他 一些同樣的群眾活動 是會不需要 一個同樣嚴厲的限制的 那 調回來說 如果在其他的活動 可以接受的限制 那就也是間接的證明 你用同樣的遺憾措施 其實可以 一樣有效地 在一個政治集會 或者宗教活動 即是 裡面 會有一個 即是 同樣的 效果 而可以讓他們 繼續行使他們的權利 那 因為政府 即是 美國的最高分證 就是說 你不可以 假定別人去 例如去做工作 或者去商場 那時候 他就會 遵守所有的防疫規例 會自己很小心 但是很窄 但是當他去示威 或者去做一些 宗教的例子 的時候 你就假設他們 絕一定不會這樣做 即是你不可以 在一個情況 就假設最好 另一個情況 就假設最壞 而中間 是解釋不到 那 這個是性質上 性質上 有一個不一致的情況 就會令人質疑 以這個防疫措施的一個雙情性 那其實雙情性 也都還有一個面向 就是 你這個限制的程度 是不是雙情 即如果你限制50%就可以 但你限制了100% 那就是 這個二二分都不是雙情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 在英格蘭上早發言 即是英格蘭上早發言 這個拉麥的案例 就是在德蘭上提出了一些原則 那就是 他剛才說到 如果這個限制 對這個雙情是一個完全的剝奪 而不是一個有程度之分的一個限制 基本上就可以肯定 這個限制是不合理的 就是 尤其是 尤其是我們在其他人分罪法裡面 也有一個降官的時候 但是 在這個英格蘭上早發言 就說 在英國的情況 因為條例 就有一個合理辯解的理由 所以 合理辯解就可以去減低 對集會自由的限制的那種嚴重程度 只要這個警察或者一些執法的人員 是可以去認真地考慮一些其他的措施 去認為一些措施都具大 但他有其他距離的 就視這些為合法面解的時候 在學理面解的時候 那這一條法例 本身就不會是違反人權的 因為同樣 因為英國和我們香港一樣 它這些規例 都是一些負屬的下例 它們一程是要受制於 根據普通計則 受制於一個主體的下例 那如果 這一些 這些狂野的規例 是違反了人權 或者違反了 即不是山城這樣行 是特會自由的時候 它也都是 本來會 Otrovirus 即是會是 超出它的決定限 而是無效的 也是非法的 所以 這個政府的執法人員 或者警察在執行防疫規例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要有一個程度之分 所以如果你看回 對人權限制的一些國際法的原則 其實就會是這個很相名的 Syracusa Principles 就說到公共衛生 其實是可以被援引違反 是某些人權的理由的 令到它被國家 即是這個 可以採取一些措施 去防止疾病的傳播 或者有這個大部分的爆發 但是任何措施的現格程度 它的期限和地理範圍 都應該要針對 或者受到威脅現格的需要去應對 所以也要與威脅性質 或者威脅程度 是要互相相情 如果不是 就會是這個限制的限制人權的程度 就會是一個過分 而不是民主社會可以接受的事情 所以在英國最近的案例 就會提到警察就要考慮一個 所有的事實 即是當它在決定一個集會 是否有合理見解的時候 他們要考慮一些所有的事實 包括就是 他們沒有說到 即是說要考慮那個事實 但他們沒有說到 應該考慮一些什麼的事實 反而我們香港的法庭的案例 其實是有說過 在那個合理見解的情況 在集會的時候 法庭或者執法人 應該要考慮一些什麼的事 在楊美雲案 即是2005年的法庭公警案 其實中間發展就有提到 當你決定一個 在這個示威集會對道路的阻礙 是否合理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這個集會的長度 但我覺得時間和人數 是有多少 你便考慮它是否合理使用 或是它肯定它的權利 在其中間發展的法庭公警案 香港的上訴庭 當時是由張舉林 是首席 即是故意向首席法官 他是有犯三的這個案例 他將這個楊美雲案的原則 所以說實際上 在任何我們去考慮 一樣東西是否合理的時候 都可以考慮這個 即是在集會自由的情境之下 考慮什麼是合理的時候 都可以考慮這個 集會的人數 集會的時間 集會所佔領的地方 那個程度 所以 所以 剛剛上個月 英國有一個女性 被警察殺了 被警察捕殺了 接著 人們在集會 去暴戀這個女性 但當時 高德法官是出了一個 Declaratory的抗議 她說到 我們是不應該 所以將這個行業的規例 視為完全一刀切 限制所有的示威人員 因為這樣 並不足以去尊重 並不足夠去尊重 集會自由 以及去表達自由 所以如果警察有一個政策 是說 所有的遊行示威人員 只要在這個行業的生效期間 都不會准許的時候 這是非法的行為 因為它是違反了 這個大會自由 以及表達自由的人權 這些因素 其實在 這個 新南海議事州 即澳洲的案例裡 都是有一些比較詳盡的分析 或者是去確認 譬如 在Commission of Police and Bray 即是在當時 剛剛 美國法庭 即George Floyd 被警察跪頸 致死之後 是一個支持 同樣少少都續續的遊行 因為它當時 在法庭處理這單案的時候 再之前已經有一個 類似的抗議活動 在那個抗議活動的時候 其實那些示威者 是由尊重社交距離 又戴口罩 其實這件事 如果本身之前的 示威活動 已經看到大家 會守這些社交距離規矩的時候 其實就是 本身的證據 它會是證明 在第二次有一個抗議的時候 它們的警惕性 其實就不會比第一次低 香港的情況 我們已經都結了 本身戴口罩 就是這個示威者大起的風潮 其實是 所謂會說 會不會 在示威的時候 即是示威者 會不理這些行為的措施 其實就是 機會率很小 即是根據我們 示威者的往績 或者他們的行徑 另外抗議的時機都很重要 譬如剛才說的 在澳洲的一個示威 是要紀念George Floyd被人殺 真的 如果在這些有些特別的時刻 是會令這個 即是希望實現社會變額的人 提供了一個機會的時候 就會更加有表 是要給他們的聲音 是被大眾去聽到的 如果在公共封建的 一些考慮是並不足以支持 去限制這些集會的時候 去限制集會 那就會不必要地 會令這個社會 造成分化 或者是造成一些怨恨 那就是在這個社會 是不應該發生的 另外在評估 如果公眾健康風險 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的時候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要看看會不會大家 會守一些安全的措施 但是因為有些組織者 這個集會的組織者 可能進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也會有一些不守規矩的人 即是不守他們所要求的規矩的人 或者甚至有些街外的人 或者不是一定的支持者 即是支持了一個示威信息的人 去加入這樣 這樣可能也會做成一些公檢 但是這個本身不應該是一個 否定其他示威者 即是真實去 即是在一個有責任地 去示威的權利的原因 但是當然這個會是一個因素 但相對上 會是一個比較 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尤其是 剛才說到 根據香港的法律 香港的案例會說 遊行的集會時間 或者它的規模 都是一些同樣是有關的因素 當一個集會是簡短的時候 或者人數不是太多的時候 或者它們根本不會有遊行 只是在一個正式的集會 大家坐在這裏的時候 就算那個地方有大的 就算那些人坐在這裏 也不會是佔 佔他們所謂的地方很麻麻的時候 其實本身這個是一個 傾向優勢 傾向應該法庭去給 或者法律應該要給 這個大會的遊行 繼續進行的一個情況 是的 其他太細節了 所以總括來說 剛才的普通的案例 其實規納了一些原則 就會是首先 所以規例的條文本身 應該是以一個 有利行使人權的方向 寬鬆地去詮釋 而案例亦都是顯示 譬如什麼叫聚責之類的概念 可以理解為 只是規管互相之間 沒有分隔社交距離的一些聚責 第二就是性質上 是否相性問題 這個主要是 落縮是否一致的問題 即是規例原則上 這些貿易規例原則上 應該要一致看待 對受人權保護的活動 和其他正常的社交過癮 或者商業的活動 是應該要一致看待 當然細節上可以有分別 譬如你最大的時候 人數或許多數字上的分別 是原則上 不可以無理地優待 去相向後悶 但就歧視譬如政治示威 這樣行使的人權 第三就是對示威遊行的難制 就不可以一到切 這樣絕對去禁止 而是應該要因時制宜 或者因次去制宜 要按照實際情況 包括感染風險 示威平體保持社交距離 或者戴口罩的意願 或者枉質地考慮 並且要考慮整件事 如果禁止遊行示威 對集會自由是一個完全的影響 完全的限制的時候 這個平衡 通常應該傾向於 繼續去批准 或者容許集會進行的結論 當然另外另外可以研究 但不可以有基本原則 一般原則 就是這樣 如果警察或政府 要偏向這個原則 他們要提出一些有稅務力的證據 他們不可以一般的 只是說因為有風險 任何次都會有的風險 可以支持他們 特別去限制遊行示威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我都可以試去看看 看看是怎樣 各位 各位 好多謝黃先生的分享 相信在座各位 現在都對疫情中的個人自由 這個話題 有更深入的了解 現在就會進入問答的文字 不知道在座有沒有哪位會想發問呢 你好 我想問 你覺得其實現在在這下 這麼正 其實在這個狀況下 你覺得憲法保障人權 所謂憲法的保障 是否一個永全失望 簡單說是 但是 真是 正如為何 律師要計劃的人 如何 即使我們知道 有些在法庭上 即平常的官司 已經做出了他的決定 即未審已經做出了他的決定 我們都要去爭取 或者去向法庭層次 去說我們的理據 其實我覺得這個本身 已經是有他的 無論是知識上的意義 或者是特定上的意義 因為你是 真是未必是 每一個人 香港的人都會知道這些 原則 或者是 這個平衡 應該怎樣去做出一個 考慮的時候 其實是 我們是留在一個 火箱也好 怎樣也好 但是 是謙虛的 是謙虛的 因為你知道 其實 政府 它 即是無論任何的 平衡 都不只是說這個原本 都是會不斷去 去影響 我們普通人 對一些社會議題者的理解 譬如 我們現在 很激態的新聞 都是這樣 這個疫情很嚴重 一開始我們說 譬如封區 或者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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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有必要 他們不斷這樣 去再說出來的 無論是 在公眾裡說 或者在法庭 這個有正式紀錄的地方去說 所以 所以 我都相當之 佩服之前的一些限聚令 即是 收到限聚令告票的人 其實他們是有主動去方便 在法庭上 即是盡管知道 他們面對的裁判官 即是今次那個是 正比行 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相對上 但他們又取得了補頭的判官 他們都 正為他提出他們的一些 人權方面的一些論點 那 在 當現在 因為 財政法院 還未出判決 但是 他們曾經學過 這些 這些 他們一定會出判決 即是 至少已經是一個文字的紀錄 指導 無論是真正的歷史 或者 幸好我們可以近一點 真是很久 但是 都有一個行者 可以知道 知道怎樣做 正如我剛才說 我們是剛才知道 什麼是正確 我們才可以去辯駁到 錯誤的一些歪理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 是 對 喂喂喂 那 有沒有下一位想發問呢 嗯 那 其實 我 因為 我自己也有試過 上網查 整體學的 那個 但是 我偶索 這個路線 其實 其實 可能是 你覺得 有可能有 學習的 其實 我以我的 是 那裡的地步 沒有人是會想收的 真的會想收的嗎 似乎是有的 因為 因為 以前的地步 主要是四季 然後 他們是 5月1號的路線 他們都算是 所謂比較 私情的 死亡人士 以我都知道 他們是會想的 就想收 那實際上 其實 他們在審的時候 你等他們之前 都有 我也有跟他們經過 姐姐 講過這些 就是 怎樣處理 這個 就是 他們會有原則的問題 所以 我大概 所以我大概知道 整體行處理 那案 控方 他們的 觀點是什麼 其實 他們就是 因為 因為 犯罪令 有的 就是 沒有明文去 勃免 政治示威 所以 2月2日 發生要尊重 政府的判斷 因為 政府才有 專業資源 有醫生 有衛生署 發生自己 不是醫學專業的地方 所以 你應該要尊重 一些 政府研究的判斷 其實 他們沒有真正 去做 平衡 到底 到底 是一個 因為當時 他們有戴口罩 他們四人一組 互相都有 一定的 他們好像也沒有說 八個 或者兩萬 一點 不一樣 但是 都明顯 局限在這裏 是一個 架下距離的判斷 但是 鄭紀華就只有一個 結局的報告 如果用一個 普通的 戒指法力的方法 群眾聚集 即群眾聚集 就是四個人 和一個地方 已經是群眾聚集 但是 他們沒有處理到 到底人權 對這個 全迫態的影響 亦都 亦都 他這樣說 亦都會有一個 因為 他用的是一個 所謂的 基本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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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隔著海 一起喊口號 這樣 公共的標準 這樣隔著海 也叫做一個 民族聚集 他沒有處理到 一些邏塑的問題 亦都沒有處理到 一些人權的問題 亦都沒有處理到 到底 我暫… 即是 我未看到那個 但是 似乎都是 沒有認真處理到 到底 這件事 就算 是一個 定義上 不符合 即是 現在他們 就是一個 勤勉於 民族聚集的時候 他們 會不會是 一個 免責的辯護 是 一個 合理的辯解 我也看不到 是 香港那邊 是有什麼 人權的 因為專業 資質在政府那裡 不在法庭那裡 還不在被告的律師那裡 但是 他們又沒有要求 要作一些專家的證供 但是 總之這樣 他們就說 要尊重這個 政府的動作 到底 但是 上訴的 紀律 又何 都很難 很多人 上訴 他們一定會上訴 但 上訴成功的紀律 都難以預計 因為 這些案件 例如 他可能因為 公眾利益 有關 我們就 上訴一定會不做便宜 只是給一個 但我們就更加上訴 例如 官少初的文行 再加一個 奧昆祥 然後 去結成 至少 在目前看來 都不是很樂觀 但 至少 道理會是 這樣 如果 香港的法官 香港的法庭 是要 好一廣例 尤其是 以我們 以我們 每一天 現在 尤其是每一天 都是十宗 二十宗 都沒有的 就是非常能 令人信服 因為英國的 非常難關 香港的 香港本身 都有它的特性 我們就 不要去 用這種政治 政治的議題 隨便 要 要 要 放棄香港的法庭 影響香港的司法律德 然後 看看到時候 另外那個法官 就會 去看待 我們一個 不講理的 司法 的 基礎 有嗎 有嗎 謝謝 謝謝 其實我們見 近年很多個案 我明白 法官 可能在不同個案 會有保守 或是進取的 一種取派 其實見很多 下級發展的 留言 有些是 就是 非常之 令人 就算是 雷聞都會覺得 很不合 覺得很不合 或者是 如果在一個專業角 那裡 有些高知性 都會是出錯誠話 香港的法院 其實有沒有 音樂 有方法去處理 這班法院 還是沒有的 就應了他們 可能 到CIP就會 特性 其實 其實我們普通法 最大的制度 本身就已經是 上早的制度 以及 公開佈置的 這個組法 就是 精神 想著 還要援揚一下 他們就應該是 所謂法官 他是一個 有榮譽的 有榮譽的 一個 就是 就是 如果他們做 大師 是一個 榮譽的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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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輪落的位置 在我們將來的紀錄歷史 等於現在我們有時 香港也有開頭戲 研究我們積民時期的一些 對白平的配合政權去打壓人權的那種歷史 現在看起來也是對我們有一些 畫得畫小的一些看法 唯有期望我們現在做的事 會有一個類似的對歷史 對未來的一個好處 另外如果我們這樣 如果我們英文去處理這些議題的時候 國題都會看到 就算不要說到那麼… 我們說外大一點 我們都會幫助外國 因為這些限制的問題 不是香港的問題 他經過我們都有看到爭議 他最重是女王 他當他是倉慧的時候 他是幾多人一組 他女王是否第一個人呢 因為他是一個高於法律中 即是法律的船員來中 那麼這些問題 或者政治示威和知情的問題 那麼大家看到香港的法律那麼差 我們就可以像他一樣 可能都有一種 就是這個世界的比較明顯的可能性 是的 你再說一下多一點 我見現在例如我身邊可能… 例如我身邊有些朋友 他們可能是學員 他們說被人抓了 被人工不夠的 被人工不夠的 他們本身就去做抗議 現在就是一個人負販 負了時間 可能是抗議的兩件 那你覺得現全香港這種法律 又有抗議的這種制度 在抗議的 其實這個是很有趣的 因為五九九詩那種 所謂的報告是否是報告 其實它是一個定額的本宮之書 定額的本宮之書 其實是一個面責的 即是很吊詭的 它是一個面責的 即是你本身是維文人 你可以坐牢 是否可以高過五千元 但它現在可以變成限聚領 其實是一個相當下作的樓盤 即是你給五千元 就給你買了這個 但你真的不就好 我理解是大家是不太麻煩 或者是寧願給我五千元 再買一個平衡 因為實在是正常 我覺得正常是沒有責任 要去醫生去挑戰它 因為以前譬如我們 這些定額的本宮之書 譬如我們好像我們亂拋了 或者是街食宴 然後被人承認 如果這樣做平衡是可以判得更重 即如果你不肯交到五千元 那權衡之下是否值得去挑戰 其實正常來說 我都不肯交到五千元 但如果有些 譬如我們說一些資深的運事 他們可以去做的 亦都是有一個 希望他們做到一個作用 另外的警察亦都會很嚴格 他們是會 他們覺得真的沒有個案 他們真的覺得太為例 他們會去混合張靖靖和本宮之書 譬如上面有很多 有些不交錢的最後有些話 有些不發作 我沒有拍過的電話 經調整個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它又將一些會上屏書的案件 又篩了一些 那裡面就是 我們就會生了少了一些機會 去挑戰其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因為我們普通發展中都是 沒有一個所謂主動可以去挑戰 除了司法和法律 司法和法律是一個相對上 不硬度高的情緒 一定要有人不夠 然後去利益受選 才可以去挑戰一些 法律的一些不公義的地方 其實的確是 尤其是在英國 一個所謂民主逐步建立的地方 一個是一百年二百年 逐步建立的地方 可能是一個足夠的制度 或是足夠的機制去處理藍權 但是看到我們在香港就不足夠了 就是怕人這樣說 因為我們是一些很技術的產品 我們又跟到英國跟到政府 但是一些不值得的權利的內容 應該我們會跟著的 所以我們之前會有所謂的口號 要將整個制度去改革 其實是一個必要的 因為我們是跟著殖民的制度 而殖民的制度 如果那個殖民主是好人的 或者他們自己有廉恥的 就像我們九十年代初那樣 即是他們未必有廉恥 但他們自己一個心想去圍香港 不是說圍香港 就是他們建立一個比較好的制度 但是當這個制度 落到其他人的手段 是不是更保持到一個自制的 就是普通法會很自制的 一個自制的問題 就是立法機關於制裁 立法機關於制裁 然後施法機關於制裁 所以為什麼會經過某一個 香港經過一些廢力的干涉之下 就會失去這種制裁 就會把情況去調查 但是現在可以怎樣做 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我們唯有這樣說到底怎樣做才對 去做不做 我們都在目前的情況 都很難去控制得到求 但也都看得到 我剛剛說做給我們看 但是有些事情有點危險 但是一些世人都會看到 我們再慢慢看是怎樣 就像我們以前八十年代 臨碑也沒有想過 可以共產黨有遺憾 就是有遺憾 可以撤底連結 或者這個共產黨倒台 就是蘇聯共產黨的那種文化 也很難看得到的 就是歷史的事情 就是大家先做正學的事情 就是這樣安慰自己 是沒有中文的 是沒有中文的 想問有沒有其他聽眾會有疑問呢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條問題 可能會有一點變實性的 你覺得如果我們在法庭裡引入 始終因為我們正在說 是一個公共衛生 一個公共產黨的災難 這些一定跟醫學會有關 你覺得如果我們 假設法官改變態度 即是我們如果接受多些 醫學那邊的 可能一些研究報告 研究成果 然後將這個作為一個 一個證據 放上去 我們尤其是公共衛生的案件 那裡 可能律師拿來咬的時候 你覺得 會不會可以更加好地定義 或者規範到我們現在的 公共衛生政策 可以更加步向保障到人權 還是會因為這些太過於複雜的理據 而導致最終吃得其飯 其實我覺得當然是有用的 譬如 最簡單的就是 口罩的效用 就像郭勇教授做的 譬如說 我小時候 就說 本來戴口罩沒有用 然後戴口罩是有用的 其實這個也有點奇怪 如果在限制令的案件裡面 做口罩的口罩是有它的 一個會理由來供用的 那是不是對於 所以要去做出一些 間鋪徹底禁止 靜止指示威有可能的 一些這樣的做法呢 那就是 因為這些 其實我剛才講到 在蘇達人的案例 或者在澳洲的案例 其實也有接受到一些 即是有控辯商 即是人民控辯 即是申請人一方 和政府一方 都會有提出一些 醫學的證據 其實本身 因為已經無閨了一年多 你說 是不是還有一些 很難以理解的地方 其實我又不覺得 即是 剛才我所講的 蘇達人提出 也有這個觀點 就是這些 這些醫學證據 其實已經不是很神秘的字幕 譬如你說 上年3月的時候 可能還說 剛剛發生了一個 不知名的病途 我們都不知道 她的病人是怎樣 或者是口罩 會不會說不懂 會不會是飛活 是空氣傳播 即是神空氣傳播 現在不是我們說 是飛活傳播主要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 法庭或者法律界 或者普通人 她一樣可以基於 這些醫學專業的證據 去提出一些論點 而政府 即政府不一定是 一定是適合 在這些專業觀點上 那麼 如果提出到 這個醫學證據 一定是好的 就算 你說會不會懂得避反 譬如說 因為政府那邊 真的是最…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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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經驗很厲害 那就是… 是不是會不好呢 我覺得如果不好 至少反而它是 逼到政府 是做了一些比較有的 即是 那個論述 或者它的 reasoning 會做得好一點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判決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之後 怎樣再挑戰 或者去… 去理解 去… 甚至去… 跟回這些法制去做事 都是一個… 去… 法律 即是legal certainty 或者是legal clarity 是一個幫助 其實是… 至少… 至少都好過現在 我們是… 我所有的事情都是警察 自己說 我覺得是… 就是… 最不適用 就是適用 然後… 然後我跟妖希 就全部不適用 這樣… 那就會是… 會… 好過現在這種情況 我至少 但是當然… 醫生… 有沒有醫學的… 專家… 肯做呢 在現在這個時勢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 是… 是否要逼醫生去… 免費幫我們做呢 這樣… 因為… 因為他必須有錢的… 其他人要被捕了的話 他更加… 不會有錢 這樣… 資源上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 要做就這樣 會做到的 我也覺得是… 值得去做的 例如… 例如我剛才說到… 這個… 新南海議事的時候 他判那些案例說… 就是… 風險低的時候 都是… 一日報廿鐘 這樣… 他都覺得是風險低 那… 至少… 是一個… 大家… 普通法藝 我們遵守的 原則基本上一致 基本上對人權的尊重… 表現上… 即是在香港 即是對人權的尊重 即是在一個… 字面上的尊重的時候 那… 會是一個… 要think again 即… 至少對… 知道我會跟法官講的法庭講 這是你… 應該think again 的理由 那… 他不做的話 至少都可以… 逼他要一家庭處理 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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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自己… 有每一個… 就是… 都是那個… 就是… 就是用一個honor去做… 正確地去做他們自己的事 即是就算對保守 都可以是正經做的保守一般 即是你都可以是… 真心真正… 這個… 這個… 人命真是太重要了 或者… 不想抱任何的一件 這樣… 那… 但至少要出到那個… 理由出來 那一件事… 知道他怎樣去… 即是… 即是… 社會怎樣去停估 怎樣去… 或者… 怎樣去… 那… 現在不是 他就… 就… 將他這些真正的理由隱藏 在一些很奇怪的理由之後 那… 就是… 更加不理想 所以… 更多的… 更加細緻的… 一些… 論點 其實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所以… 可以… 在這方面… 是… 我一直覺得應該做的 但是… 只要治癒問題以來 就是… 真是未必有這樣的… connection 這樣… 就是… 被限制… … 即是通告的人 所以… 有時候可能是practical的問題 多過是… 真正的問題 喂… 喂… 我還有另一條問題 雖然不是俗文 只是另一條新的問題 就是… 因為… 就是… 之前新聞看到 就說政府… 有傳說想強制打針 嗯… 又或者… 好像是… 過了一個… 好像今年的8月、9月 哦… Exactly哪個月份 好記得 就說要停止打復別態 收復別態 就… 變相逼全民打科興 這個… 就是… 逼人打針 又或者… 逼人… 不准選某一種針來打 或者… 反正正… 剩下那一種… 必須要打那一種… 會不會… 就是… 都是一種… 自由的侵犯 就是… 或者是侵犯人權 這個… 呃… 其實… 是的… 但是… 這個… 其實… 其實… 西方… 國家都是一個… 極致受針義的議題 就比較浪漫 或者… 一些很清晰的議題 可以去… 香港可以…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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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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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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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可能會說… 一個… 就是… 合理… 或者…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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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受的理由 不然… 再前一步 就是說… 可未逼人打針 這件事就會有些… 因為… 傳統智慧就是任何一些醫學的干涉 都是一個對人權的一種侵犯來的 譬如… 譬如…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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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有些… 譬如說 謝謝醫生有權幫你決定 這樣也…. 這樣… 這樣也… 那也是… 一種… 有… 一個衝突在 trat 另外… 另外一ielle在… 上一個禮拜 還是 마지막禮拜 歐德文明 find 院的 Grand Chamber 他又 被判為… 不如是瑞士 就是是… 全個學童打針 就是一個符合性 即是沒有違反對人權的做法 但學童打針和成人打針 有時會說 小朋友是法罪以下未必有一個自主的意志 即是不說是一個完全自主的意志 可能這個國家或是有一個比較去照顧他們的答應會比較多 會不會在這個情況之下打針沒有問題 但在科興或是在新官營業時 即是在無規的營業的時候 有時要打大營的時候 會不會有另一種考慮 那也是可能的 還有另一件事是 如果我們說全民打針 我們基本上對他們的副作用都知道得很清晰的營業 那就是安全風險 如果你說氣如高興的 它是一隻營劑都沒有補助的 那是否有另一種的考慮在平衡上面 那也可能 但因為是這個打針或是醫學干涉的權利 因為我們通常在講這個身體的… 如果在歐洲的我們是說一個private life 即是我們的私人生活權 即是歐洲人生活權 即是歐洲人公約的一八條 在我們的ICCPR之下 我們還有一個類似的權利 因為我們的privacy 即是私人的privacy 但是是否會是body integrity 那些呢 因為我們香港很喜歡分重要的權利和不重要的 因為沒有那麼重要的權利 重要的權利 我們就會是covalued 我們就會合身價值 我們就會… 對目標上發明 沒有那麼尊重這個政府的判斷 到底打針是偏向哪一個 但我們暫時都不能說清楚 因為… 通常我們會以為 那些inpebrity是一個很重要的 是一個應該當作特製的問題 但是… 好像香港的發明也未必過 譬如之前有… 即是外國的… 要隔離 即是在外國來香港 要隔離每天 那他… 他司法覆合 即是hadeous court 就是這樣 人生部會不會這樣 但是… 當時那個發明就說 因為這是一個公共為生意 我們應該要給… 好多好多的尊重這個評估 那… 就算是一個liberty的問題 都這樣 那到底打針 我們會是怎樣處理呢 應該是… 是… 是要拭目以待 但是… 原則上是… 有得爭論 我又不會說是… 即是我覺得finely bad 即是法律上 即是不算你個人的政治的立場 就算是… 在法律上都是一個finely bad的問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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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那… 在外公眾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呢? 那…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我們… 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 現在的問答環節就在這裡完結了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頒發紀念品的環節了 就要有請香港大學學生會法律學會的主席 黃穩定小姐 為黃先生自從紀念品的 那就麻煩黃先生 請進入過去的題目 謝謝 謝謝 謝謝… 最後都很感謝黃先生出席我們今天的公民訪行 而我們今天的公民訪行也就此圓門結束 那麼… 在後日也就是4月22號 我們也會有一場公民訪行 就講疫情底下的生命權和私隱權的衝突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就記得留意我們的社交媒體了 多謝各位